哥 小姑娘 你爹啊 已经把你爹给我们皇爷了 皇爷是谁知道吗 那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啊 皇爷慈悲 把你啊 说为九一泰 我跟你们 求求你们救救我哥 请我哥活着 不叫 这就对了 好 今生最讨厌别人讨价还价 既然你爹已经把您许给我 那今天横竖你都是我的人 大金阳 别碰我 走吧 走了你 哥 这是哪儿 我吹音乐了 替我照顾好她 哥 哥 哥 无所谓 天黑好办事 小美女 别怕 做了我的女人 帮你吃下喝辣的 现在你口不提 等到了晚上 老子让你爽刀飞上天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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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瑜 不好意思 哥 吓到你了 我刚才没听见 要把我妹妹嫁给谁当九尼泰 你死贼死鬼 这鸭鸭不错 姐姐给你倒笑的 什么倒笑 你知不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人 让这鸭头嫁给黄瑜有什么不好的 祖笔跟着他们吃苦受酒的好吧 不要再犯魂了 赶紧把丫头送过去 爹 我不嫁 哥 他们是佛兜邦的人 得到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是这个收散的钱 你拿着快等我 拿来 娘的你敢背着老子藏钱 那是哥的浪费 你不能拿走 谁谈娘的走不了 那是哥的浪费 你不能拿走 哪里走 今天谁谈娘的走不了 谁都得想走 阿金牙去把邦里的兄弟叫来 你让兄弟们尝尝 咱家妇女的滋味 你们给我等着 他我 好 我看看你有几条命 是 我都带出去 你敢 别动啊 我 打死你之后 我打死这个小鬼 那你干什么 带出去 哥 爹 就让你接着去 爹的威风 走 阿云 你没事吧 沈叔宁 严主那小子也真不错呀 哟 这不是我们的皇妇帮助 阿云 你疼不疼 没事 我倒是哪来的小妮子 原来是洛警长的女人 今天我黄某人就当给洛警长一个面子 她一马归一马 这丫头今天我必须带走 洛警长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上海滩成了她黄金生的天下 什么 公然调戏梁家妇女 打人甚至杀 你们寻补房 不管是吧 是扶头帮的人 扶头帮 好啊 你们寻补房不管 那我让我爹过 老姑娘 我看在洛警长的面子上 放你一马 但这人 你带得走 但这人 你带不走 她 是警务局局长沈天涯的大小姐 皇妇帮主 不看僧面看服 你们斧头帮 明天不是还有东小姐 只要警务局发话 别说护城河 就是那城门 你都禁不了 原来 是沈局长的前提啊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吗 这不是 这样 这人我就不带走了 看在沈小姐的面子上 我就再给你七天时间 再扯不到钱 人 我可真就带走了 走 你太胡闹了 他们刚刚万一要是动手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没事 那陆家呢 那我就直接嫁给阿玉 我爹是警务局局长 能不成还保不了一个陆家呢 嫁给陆玉啊 好啊 沈小姐 您回去啊 跟沈局长说 我们家呀 只要三百块大洋作为彩礼啊 在在霞飞路上 给我们买一套房 阿玉呢 就做你们家的什么女婿 您看怎么样啊 真的吗 当然 沈小姐啊 只要您愿意啊 随时都可以结婚呢 只不惯呢 这个 别说三百块 三千块我也出 哎呀 那就太谢谢沈小姐了呀 哎呀阿玉 你还愣着干嘛 送沈小姐回去提亲呢 先是我 再是我哥 我们世人不是东西 不是你说卖就能卖的 你这个小逆子 你懂什么呀 我让你哥来去沈小姐 那是因为沈小姐 可以帮你哥在上海滩立足 沈小姐 你倒好有我们心灵了 但我哥不是货 不卖 你说什么呢 这个家 还能不能你做主 雨哥 你就等着我上门提亲嘛 雨哥 你就等着我上门提亲嘛 唉 唉 唉 老爷 少爷找到了 他现在叫陆雨 哦 唯青还活着 但是少爷最近得罪了斧头帮 那黄金生回去以后下了悬赏令 年轻人 年轻人 小大小道的 大人插手不好 对了 黄金生这批人 最近和乌国人走得很近 这是安堂送过来的 好一个金川正雄 竟然和黄金生苟合 利用帮派的便利 运送大业 暗堂随时听后调遣 这件事情 让卫青去 现在少爷还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若是没有暗堂相助 卫青 若是少了一根寒毛 那斧头帮在上海滩 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吗 穿越了 该不会是做梦吧 那我的任务怎么办 鱼哥 不好了 小白 小白他被斧头帮辱走了 干什么 你还定离手 你还定离手 你还定离手了 买住 南宝教内 谁他妈给你的 真是条汉子 没想到啊 竟然赶到我赌房呢 没人啊 带下去了 吸了胃口 你还不让他们住手 住手 像黄灭 这把我 小白子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 打死我黄金生 别说你那个妹妹 你的烂东贵老爹和你 明天都要陈世活浦江 要是活不过今天呢 你敢 看得我一个恶猛 知九邦十八回 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没有任何设施 就把你这大黄狗 虎头包 你我看 这就要缩头乌龟包算了 小心 过来 陆云 适想点就把黄鱼给放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放的话 你想想你妹 阿西雅 左鱼也不会放过你 我叫你妹啊 陆云 再放手 我可就打了 一 二 陆云 你倒是说句话呀 陈云哥 你别管我 三 陈云哥 你别管我 三 等等 嘿 你拿什么跟我斗 陈云哥 敢动老子 就凭这一条腿 老子今天就能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爽 不知黄老板 可否给碧人一个不灭 那些后人 将他们带回去 我和这几个后生 倒是有些淵远 这 恐怕不太合适吧 黄老板 以你我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倒也开不了这个口 既然 你执意要将他们留下 那就当我刚刚的话都没说吧 沈局长呀 你这不是见外了吗 咱们是个谁啊 大金阳 把他们给我放了 沈局长好走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你们两个先回去 我和陆瑜 说点事 你刚救了我 现在又要杀我 你有病啊 你不会杀我的 起码你不会在这动手 你以为我不敢 警务局长当街 枪杀一个码头小宫 这样的新闻 明天就能传遍准个伤害 我也不绕弯子 你想不想知道 你们 杀了他 我保证你妹妹 就会平安无事地回来 为什么杀他 你不需要知道 百乐门三楼包厦 搞清楚码头船上是什么 有点他没死 你妹妹 金山会长应到了 王军还没来 黄爷招待 如果您先到的话 就到包间里好好享受 他随后就到 谢谢金山先生 您请 站住 先来的吧 新来的 没人告诉你 三楼是贵宾区 除了经理也是 谁都不能接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 但是这客人要求 客人是谁啊 哦 来来来 下去吧 这 下去 这是 很可爱 先生 这是我们经理让你送来的红酒 我从不喝红酒 你到底是谁啊 月黑风高夜 当然是杀你 你还没有钱 我也可以给你全力 请你不要吓我呀 我可是心罚下的战斗英雄 你是让我犯错 心罚下 不不不不 我可以给你的 还有很多 地位 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呀 你杀了我 也找不出去 主 我们做个交易 放了我 我亲吻不救 月 三万大爷 你用喝 告诉我 九号码头的船上 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说了 你会放了我吗 这就要看我心情 但你要是不说 就一定得死 大爷 狗日的 想用大爷来祸害我国 不不不 我只是想赚钱而已 你知道你这些钱 会害死多少人命吗 我 我给你宣说 欢迎大家来参加小女的生日宴会 不过今天也是我沈家和陆 学长 我宣布 今天是我沈家和陆家联宁的好日子 爸 你昨天明明就已经答应我和阿宇等婚事的 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我这辈子 非阿宇不嫁 如果你不同意我和阿宇 我 我不同意 怎么样 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 淑宁 你怎么能不听你爸的话呢 你爸都是为了你好 你就问了这个码头小宫 陆景眼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一个下等人 还妄想靠着淑宁攀龙赴送 陆宇 带我进来 爸 沈淑宁 你今天要是敢踏进这个房间一步 明天我就大断陆宇的腿 你好好跟我爸说 你爸不会等我做什么的 天色不走了 你先回去 明天我去找你 我不管你是谁 淑宁 只能与洛景眼成文 你想把我交出去 又担心沈淑宁会拼命救我 所以才做这一切 沈局长 放心吧 只要我妹妹平安活着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只有我一个 我妹妹呢 出尔反而 你会死得很死 你以为 你能活着走出这里 以你陆老弟的身手 想来要离开这里 不是什么难事 但你终究 还是有在乎的人吧 没结果 那你可以试一试 我可以保全你的家人 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用你的命 保护书宁 我想 乌军马上就要到了 前有巡捕 后有乌军 别说是救书宁 就连我 也是插翅难逃 好 那便来听听 我的第二条路 这是什么 四海帮 拢聚了上海滩 各大势力 商界乃至正经 死令一出 不管你在上海滩 犯了多大事 都会有人出面 帮你解决 你是四海帮的帮主 只有身处地位 才能掌控全局 只是 只有我死 你才能安然无恙地 走出百乐 四海帮的帮主令 就连青帮老大杜云森建了 也要俯属称臣 你为什么会选我 你行事果决 出手很辣 而且对书宁 有特殊的情感 留下你 比留下我有用 什么意思 你以为 经穿真正的目的 就仅仅是为了那些大爷 陆宇 我知道你做那些 只是为了你妹妹 但是你想过没有 上海不在了 你们 可还有容身之初 你想要我做什么 以明为天 以国为赢 这便是四海帮 存在的意义 给我收 我看你是他妈想死 书女 你看到了吧 为了她跟我洛家退婚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陆宇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杀了我 为什么 沈局长会同意你嫁给一个码头小公 我看 一定是他想要攀龙父父 和沈伯父产生了争执 竟然开枪射杀了伯父 陆宇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还和我小淑宁 今天你就得去见银王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为什么杀我爹 你好 陆先生 果然帮了我们窝国一个大王 你们 你们杀了我爹 我没有办法 我看到他杀人 今天不是他死 就是我死 金川大作 沈天阳好歹是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 我们不好跟上面交代 是啊 金川大作 陆宇就是个码头公 他怎么有资格来这百勒门呢 我看 沈局长和金川大会长都是他杀的 我听说 沈小姐 和陆先生 交情匪浅 既然他承认上了沈伯父 那就好说 说你 开枪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他死 必须在所有人面前替沈伯父报仇 这样你才能活下来 开枪 快 金川大作 不杀了他 我真不好交代 金川会长死在百勒门 你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我告诉你啊 尤其是你 金川大作 输老板 我居然是相信 你不会在自己的地盘杀人 你永远都是 我沃古的好朋友 你们这些人 我是一个都不会帮过 若是这次借助沃古人的手杀了你 金川大作 就在刚刚 他既杀了沈局长 而且在十分钟之前 我看到他在三楼处徘徊 我想 你们要找的人 就是他 是你杀了沈局长 是 为什么 金川大作 您不知道 这废物一直仰慕我们家舒宁 沈局长一直不语 估摸着 两人在包厢内发生口角 他这才将沈局长击杀 我许再问他 你为什么 要杀了沈局长 杀人灭口 灭口 灭谁的口 沈局长吗 是他杀了那个窝人 他带我来这 就是为了杀我灭口 陆宇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杀人的 简直就是荒谬 在进白了门期 我就和沈局长一直在一起 他怎么可能去杀金川会长 我看是你这个废物 杀人栽赃 金川大作 请你废了他 你剩什么东西 你说 沈天涯杀了郑雄 那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看 就是他杀了你们弟弟 他就是一个码头工人 怎么可能来这么高档的场所 我猜他就是专门来杀金川会长的 金川大作 事到如今 我也就不隐瞒了 陆宇 其实是我的座上宾 怎么可能 您堂堂百乐门的老板娘 怎么会 风尘女子 果然不是奸店 白小姐 令尊的丝绸生意 如果没有我 你认为你凭什么站在这 跟我说话 那你也不能当众斗手大人 不过就是一个倉管的老板娘 苏老板 这儿鲁莽 还请苏老板见谅 爸 你居然为了一个猖气打我 闭嘴 你以为你这个警长是怎么来的 不准对苏小姐放肆 原来是苏老板的作手兵呢 但也不能排除他们杀人的嫌疑 把他们都给我带回去 我一个一个好好的审问 青川先生 在我的地盘 带走我的男人 这要是传出去了 以后我还怎么做生意 熊老板 我有一个人 可以证明陆宇当时并不在现场 来人 和青川先生说说 你在包间里都看到了什么 青川大作 我看得清清楚楚 杀死郑雄会长的人士 是谁 是他 大作 这个华家人要逃跑 别杀我 是谁要杀你 杀人了 他 朱老板 我相信你 不愿如此 来人 把沈局长的千金带回去 你家沈温 等等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英雄救美呢 你也不撒泡 你要罩着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咱们金川大佐的面前蹦打 今天你们谁都带不走他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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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金川会长 那么带走沈淑宁 也在情理之中 还是输到百师习物 来人 把沈小姐带回去 我要严加审问 大佐 你一定是搞错了 淑宁他 洛哥哥 沈淑宁都自身难保了 我们就别蹚这个魂帅了 洛家到这个地位 也是不容易的 我沈淑宁没有对不起你的地 所以 我们就要仇恨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放心 翠竹和小张活不过今晚 不过 损失了我手下两员干将 这个人情 你要怎么还 苏老板你好手段 居然有人为了还你的人情 甘愿 要不是我 他们二人早就不失荒野 一命换一命 这比买卖不愧 你为什么要救我 自然是为了人情 都知道你百乐门是上海高层信息的枢纽 看你和金川的关系 没少替窝人做事吧 我很好奇 究竟是谁 让你不惜冒着得罪金川的风险 也要保全我 就只为一个人情 还没有任何人 能让我为他做事 如果有 那也只是为了 这个 既然苏老板不想说 我也不勉强 你的人情我欠下了 陆先生 你是准备独闯 窝军监狱吗 苏老板你放心 我的命会留着还你的人情 这把枪 就当做送你的临别礼物了 多谢苏老板 老爷 金川 死了 是的老爷 少爷真有您当年的风险 要不是有苏老板的那些情报 这个臭小子 老爷 罢了 既然插手了 倒也做不了剧外人了 老爷 沈天涯 死了 嗯 像沈天涯这种 总想着明哲保身的 终究不会有善过 不过 沈家的那个丫头 倒是对微青 有情有义 是的老爷 我回去吧 对了 我果然那边 最近有什么动向 内线给咱们传信 金川正雄这次来上海 表面上是运大烟 实际他还有一项机密任务 具体是什么 有待彻查 机密 自从他们吞并北三省之后 就一直想要打上海的主意 既然 黄金生 要和我国人合作 是的老爷 我时刻盯着这个 斧头帮的一切情况 只是少爷 罢了 年轻人 总是要有自己的路走 让他去吧 但是少爷入侵帮这事 咱们有待斟酌呀 毕竟那三大堂主 不是擅长呀 那些老狐狸 能让他掉一层皮 却也能让他快些成长 这上海王的位置 只能是危险的 我苦命的闺女啊 你咋就走了呢 陆老爹 你家呀 我娘腿脚不好 这是我砍肉给你的 家呀 真是造孽呀 好好的谎谎大闺女 怎么就给 这些钱够我分本了 鬼女啊 你哥了我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小福呢 咋就走了呢 你这个哥哥 是怎么当的 妹妹都没了 也不通知我们医生 烂你扶不上墙的东西 你爹说你 每天去赌房赌博 别这么说宇哥 宇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还说不是那样的人 我家男人都看见了 说 一白的死 是不是和你有关 滚 你 老怒 你可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 山恩物赃 山恩物赃 谁他妈告诉你们一白死了 别他妈在这儿胡说八道 滚 你说 是我害死了一白 那我也不介意再多害死几个 宇哥 有需要我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你和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介意 可一白是你的亲女儿 为什么 就为了那点钱吗 什么为了这点钱啊 我告诉你 一白 都两天没回来了 他不是死了 还在去哪儿 这些钱 我应该拿的 你应该拿的 拿了钱继续去赌是吧 你看看这个家 已经被你败成什么样子了 你对得起你的亲身闺女吗 你也知道那是我亲身闺女啊 我卖我闺女 你管得着吗 要不是我 你走死在那个臭水沟里面了 你敢骂猫子 你来呀 那些东西都给我撤了 我会把一白救回来的 这些天我不会回来 再敢拿去赌 你就等着饿死吧 语哥 一白有消息吗 沈天涯在临死前 说他知道一白的下落 唯一可能知道一白下落的 只有舒宁 所以我想 你想去救他 嗯 我先说宁的太多了 你是不是疯了 那窝军的监狱是说闯就能闯的吗 你这么贸然情趣 就是必死无疑 就是啊 语哥 我们从上敬意吧 来不及了 胡子 说您从小到大娇生惯养 他怎么可能经得起 窝军的折磨 听我的 要是这次我没有回来 替我照顾好他们 算了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要是没了 初一十五 咱还得给他上香呢 对不对 语哥 要死一起死 走 有心 太军 可还满意 有心 花姑娘 达达你好 沈家大小姐 沈天涯一死 你不过就是个娼妓 敢打我 老子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们都爽完了 我呢 我呢 我还没闯过沈家大小姐的滋味呢 公爷 金川大佐有请 达达 我去见金川大佐 大家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也给老子玩 老子 还要失望呢 小羊 别会儿 别会儿 说 黄老爷 金川大佐 我那个出生儿子就在这个监狱里面 昨天晚上我听得真正切切的 他呀 说要来劫狱 出来了 这个废物 真是好大的狗胆 难敢 接我们 金川大佐的空门 花爷 您看 消息我给您提供了 咱们之间的账 你这个废物 一个烂毒鬼 你敢跟我讨价还价 陆云 你给我好好看看 我怎么样蹂躏你爹 老命也能怎么蹂躏你 黄金川 你脑子坏了吗 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卖女儿的烂毒鬼 就给你吐血 现在的你 还有话说 陆云 不得不说 你的勇敢 让别人十分钦佩 陆云 你帮我们我国做事 我保证在上海滩 没人敢与你为敌 如何 江川大佐 他就是一个马错的搬远工 有什么资格为我国做事 你们华夏有句苦话 英雄无论出处 龙云 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好啊 同意 出手 你怎么进来呢 别伤 你 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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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扔袜 知 monopol 这怎么不是大街牙吗 进了 怎么办 这是窝军的监狱 怎么可能没有守卫 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只有两个窝军 是陆老爹 陆远 怎么办 陆远哥 你可是大儿子 又不是亲生的 现在陆老爹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吗 谁给他钱是就是他爹 他妈的 他要不是一本人亲爹 我现在就出去干死他 他们是冲 你们出去 外面有两只窝军的 一辆船上 我们就进来的时候 一起混在人群中再出去 请进来 去吧 陆远哥 你把二虎当成什么人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同年同月同日死 差一个时辰都不行 是不是成哥 我家还有我娘 我又是死了 我娘怎么办 哥 你他妈就是怕死 行 你要怕死 一会我们出去 你就把这皮换上 我祝你长命百岁 马虎 行了 别扯了 这次听我的 我出去 你俩换衣服 放心 我死不了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把枪都给我放下 以前的事 我们进我部教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窝棍的从政官 一切 由我调解 金川先生 我跟他之间有些恩怨 你也是知道的 华夏还有一句古话 叫做一山不容而活 你总得付出点什么吧 陆远 你他妈的别给脸 不要脸 你别当曾进尺 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打上马蜂窝 华夏 但是 你这就是印 今天我早要看看 到底是你的骨头印 还是我窝国的刑剧印 柔云 希望你享受我窝国的刑剧号 还是能为我们窝国所用 来人 把他带到刑坊去 金川君 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让我把人带走 梁子 你怎么会来这里 是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想要见他 龚腾君也认识他 金川君 哥哥说了 你无需夺吻 只需听他的安排去做就是 放箭 撤 人我已经帮你们救出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进在我哥 龚腾小姐 我们还没有安全地走出租界 你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你们不是我国人 你们不是我国人 鱼哥 鹿鱼 你们怎么在这 多亏了杜堂主 你前脚刚走 杜堂主就带人来密道秀咱们了 幸好杜堂主做了两手准备 当时你跟金川正对峙着 而杜堂主绑了这个女人的哥哥 要不然你小的命早就没了 杜堂主 我们认识 叫我杜亲就好 你不需要认识我 既然你能杀得了金川正雄 又能将沈天涯那个狗汉奸就地正法 那便是自己人了 陆宇 金川正雄是你杀的 是 沈天涯 你糊涂呀 那可是淑宁的父亲 你说以后跟淑宁还怎么 宇哥做的对 沈天涯就是个汉奸 成天就在我国人面前屁颠屁颠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我国人呢 史书宁 宇哥你跟他好解释解释 把人给我带回总堂 都利索点啊 马刘把货搬上车 赶紧拉去外面收了 阿借 你可真神了 接着我去北仓库 那斧头帮他们就没几个人 一下就被我们全看趴了 这是谁阿借 我的未婚夫 怎么的 有意见 这 啥 未婚夫 我俩自小青梅竹马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你有什么未婚夫啊 而且我娘跟你爹可是 定了娃娃亲的啊 在道上的人 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那是你娘和我爹的事 跟我有啥关系啊 哼 多堂主 你们这实在 这些大烟 都是黄金生的 这要真流进上海 那得多少人遭殃啊 这是黄金生的大烟 放心 这里是青帮 没有人敢来 不过 我还是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带人闯入监狱 斧头帮和窝国人 也不会把全部注意力 放在你身上 那时 青帮的兄弟们 要遭罪了 青帮 那您是 青帮战堂堂主 杜剑 我知道 京川正雄和沈天涯 都是你杀的 陆先生大意 我代表所有华夏儿女 拜谢陆先生 拜谢杜堂主 杜堂主 这些大烟 你们怎么处理 这些大烟 只能销毁 杜堂主来 不是只给我看这个吧 聪明 带你去见一个人 一百 哥 哥 可终于找到你了 咱们回家 陆先生 杜堂主 一百的事情多谢你了 今后有需要 尽管吩咐 陆先生 我看过金川正雄的伤口 快准狠 就您这身手 当个码头工 着实是可惜了 不如加入我青帮 我们共同抗窝 至少 生前死后有名 多谢杜堂主的好意 但我只想救回我妹 其他的事情就不考虑了 如若 我答应嫁给你 让你成为新的战堂堂主 你也不肯吗 阿妾 你说什么 我说 如果陆先生同意 我明日便可与他成婚 成婚之后 战堂所有事物 尽归陆先生所有 等等 多前 你认真的 为了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把自己和我们战堂兄弟 全交代出去 哥 我想回家 好 咱回家 陆先生 我青帮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难道杜堂主还要强留我 五个城 陆云 这么好的事 你怎么还往外推呢 要是成为青帮的女婿 以后谁还敢欺负咱们哥三个 就是啊 宇哥 是杜堂主长得这么漂亮 还是咱们就名人 要不 你从了他吧 你们傻呀 拿下 别的干啥 老子还是个畜 你 捡到宝了 气死了 阿七 你迟早是我的 陆云 我们先走了 乘客 你个叛徒 陆先生 看样子 你不愿意和我成婚了 这是哪儿的话 你看 我这都这样了 不是任你宰哥吗 哦 这么说 你同意了 多庭主 其实啊 我这个人臭毛病多得很 我这 男人嘛 总会有些臭毛病 这要是实在接受不了 我就打到你改了为止 你就这么想嫁给我 你以为呢 我跟你闹着玩呢 杜倩 你不认我不义 你这次要敢嫁给别人 我就把这个婚礼 变成造物 都堂主 我看你这成亲是假 这掩人耳目才是真吧 你说说你 一个女孩子家家 不学学琴棋说话 整天打打杀杀 像什么样子 我倒是好奇啊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成亲 我双子座 贼八卦 什么 什么座 跟你解释起了有点困难 反正 你要想跟我配合 就必须告诉我内幕 我们青帮 现在正值内忧外患 青帮四大分堂 要不是有杜先生的掌控 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 现在四大分堂内 都有其他分堂的奸细 这一次 要将所有的奸细 全数剿灭 内幕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啊 你必须跟我成婚 青帮自有青帮的规矩 我可不是你们青帮的人 我不管 今儿个老子高兴 弟兄们 都给我好好布置布置 布置好了 我重重有赏 好嘞 阿七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若你现在嫁给我 那今天这群兄弟 就是来祝贺你我洗劫连礼的 可如若你不愿意 那这一场婚礼 可就要变葬礼了 李立 是你啊 你是暗堂的还是 你以为那些大爷能这么顺利的从码头被运出来 不被窝国人发现 那只是我给你的投名状而已 李立 你他娘的还配做个人吗 阿七 我自小就喜欢你 不如我娶了你 你还是战堂堂主 我保证 三个月之内 我帮你扫平四大分堂 让你坐上青帮副帮主的位置 我国杀了我们多少同胞 你娘是怎么死的 你一定要是怎么死的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和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你怎么 你怎么敢 你以为我想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拿下了这战堂堂主 如今你娶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都不愿意嫁给我 凭什么呀 我可是陪了你整整十八年呢 把人他妈给我带上来 副堂主 那个男人不在屋里 什么 你要干什么 别杀我 别杀我 我可是不会放过你的 出了这个门 右手边有条小路 沿着小路一直走 过了十八桥你就安全了 杀窝国人是家恨 断窝国人的大烟 那是国恨 跟你没有关系 走吧 为什么 你就不怕我跟哥哥说是你们绑架了我 我既然可以杀金川正雄 一样可以杀你哥 若是青帮罹难 你们宫藤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记住我是华夏人 如果你想报恩 就多帮一些华夏人吧 给老子搜 莉莉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和你新婚动房 阿七 你是真不知道 我有多想得到你 激将我 想让我宰了你 为了你 我都能把湛天雷的老不死的给杀了 让你坐下这战堂藤主的位置 你说 我怎么舍得杀了你 干爹是你杀的 谁 谁让那老不死的死活 不敢让你嫁给我 我叫 虽说把他丢后院的井里了 所以阿七 一声相许吧 我会对你好的 住手 快把你的当手拿开 就骗你 别想用你这脏肠碰我 他是荆川的人 你要是把他杀了 请报个荆川会挤下梁子的 去沃果人做事 他更该死 阿七 从那些事 都是为了你好 我也是因为 不喜欢你了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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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 把人给我带走 走 杀堂主 线下战堂危机已解除 我欠你的人情还清了 人情 你欠我的何止一个 我救了陆一白 并把你从窝君的手上救了出来 而你呢 还放了我一个人质 所以 一来一回 你欠我两个人情 你这算盘打得响啊 不去做商人可惜了呀 嗯 第二个 加入青帮 吞并九帮十八会 统一上海滩 这女人 野心可真大呀 统一上海日 都二十一世纪都是你 我对你们青帮的事情 不感兴趣 那你一定对沈淑宁的下落 感兴趣吧 你知道她的下落 我当然不知道 不过 青帮在上海的帮众众多 只要她还在上海 那便不是什么大事 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女人 就给你们青帮卖命吗 我认为 你是一个讲义气的 沈天涯是怎么死的 你我心知肚母 牵连沈淑宁 也非你 陆宇 其实我也在打赌 赌你是一个 今天你死定 张局长 不知今日突然到访 有何贵干 昨夜有人看见 你青帮人去过码头 所以 我前来问问独堂主 不用此事 黄金生 她算个什么东西 也值得我的弟兄们 在她的码头上做第三指手 陆宪 你真当自己在这上海 她是个人物 一个女人 真把自己当男人了 张局长 管好你的稿 我这可不惯着掐权 你 陆警长 这可是青帮的地盘 真动起手来 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一个臭码头功 省家倒了 来这转过山了 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啊 来人 把人给我带上来 张局长 就是他 我左边 看得真真的 就是他偷偷摸摸去了码头 还带着手下一帮兄弟 好 那就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今儿个 你们谁都待不走 杜七 我劝你 不要为了一个素美平生的人 断了自己的性命 素美平生 你看不出来我们青帮这几天在办喜事吗 今儿个是我和陆宇的成婚之人 所以你认为我会让人在我的眼皮底下带走我的男人吗 你陆宇也就这么点本事 我这次你找谁都没用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一人做事一人当 马头 小国明就闭嘴 哥 一百 哎陆宇 我听说 你和你妹妹之间 还有一些不可搞的事情 没关系 我想你妹妹 总该知道些什么 不过 到了我那儿 可就不一定能活着出来了 过经验 把人给我放了 陆宇 别忘了 你妹妹 还在我手里呢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 今儿个 你们在场所有人 都踏出不了这里办 兄弟们 把枪 给我架好了 想在青帮的地盘上撒影 就你一个小小的警长也配 我跟你们走 今天的事情 跟青帮没有关系 他们是做我的 我不想青帮的兄弟 为我牺牲 你知道就好 来人 把人给我带下去 姓骆的 你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就欺人太甚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 今天 我们是接到报案 来彻查码头的失窃案 现在找到嫌疑人了 你告诉我带不走 今天 就算是杜老板来 这人 我也带定 这个令牌哪来的 还给我 四海帮的令牌 他怎么回我 难道他是 陆兄弟 我想今天的事呢 可能是误会一场 您呢 也别往心里去 若你需要我张某人 帮忙的地方 您尽管来警察局找我 张某 你干嘛对一个废物 这么攻击 闭嘴 把人给我放了 这种小把戏是吧 张某 我可以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穷小子 住平民后的建筑 他什么身份都没有 闭嘴 可否 借也不说话 赤虎堂 张天放 在外不便透露您的身份 请帮主赎罪 你是 四海帮的 四海帮下有四分堂 七赤侯为信息组 其他三堂为暗堂 从正堂到金堂 唯有四海帮的令牌为尊 谁拥有令牌 我们便听谁的 那张局长 能不能帮我找个人 您要找的 应是沈大小姐吧 对 我答应过令牌的主人 一定要保护好她的安全 沈小姐在监狱里 被黄金生的人 轮番侮辱 轮番侮辱 沈小姐 怕是凶多棘手 至于黄金生和金川 我一定会杀了他们 帮主 我们现在还动不了他 为什么 你们截获的那批大烟 只不过是 窝国的烟雾弹罢了 密报上说 国军会从东三省 运送一批生化人 来到上海 而在上海接应的 正是黄金生 他们故意让青帮 截获一批大烟 而真正的目的 是要把生化人运到上海 那岂不是坏 四海帮也好 青帮 九帮十八会 无入流的帮派也罢 但是我们 始终得守卧人 这也是那位先生 当初 创立四海帮的目的 那位先生是 就是您 我 我们从来没见过 帮主的真容 我想 我是帮内 唯一一个见过 帮主真容的人了 我不会向任何人 提及你的身份 这也是为了保护你 至于窝军的这次行动 帮主 我们听您的 不惜一切代价 拦截是华人 张旭 这陆宇他绝对就是 我已经详细 旁了这位兄弟 斧头帮的事呢 跟这位兄弟无关 收队 陆宇 你给我等着 张旭 我们铁证如山又有人证 我们怎么就抓不了 闭嘴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回去 一白 你放心啊 你刚才说的两件事 我会考虑的 要我不回去也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 以后见到我不要叫我杜堂主 叫我杜庆就好 杜庆 哥 快走吧 我还要回家做饭呢 看来你的妹子 对我好像有点敌意啊 杜堂主 你救了我 这救命之恩 我自然是感谢的 但是要牺牲我哥的幸福 我不 你你你 管你坏人之下的 你也不害臊你 男欢女爱 自古以来都是遵父母之命 放心 我回去就跟我爹说 改日上门提金 哥 我们走 你个没良心的玩意儿 你还有点回来 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 我就让你也自在臭水沟里 爹 哥也没做错什么呀 您就别骂他了 以后咱们家子 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哎呀 你这个贱蹄子呀 你要是早嫁给黄老爷 我早想说荣华富贵了 住的这么个破地方 你们两个都去白眼了 你个死老头子 怎么这么说话 现在可不是你卖女儿的时候了 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你把他们两个骂跑了 以后谁正不你啊 二虎 怎么跟陆老爹说话的 陆老爹 这件事也不能全怪陆语 主要是那些窝人欺人太甚 从我记事起 我就在跟野狗抢吃的 活到现在 你扪心自问 除了给我一个住的地方 谁给过我什么 你是个逆子啊 你对我所谓的养育之恩 在你给乌军通风报信 置我于死地的时候 我就已经报答了你 你 爹 你先回去 哥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 可那是咱爹 咱不能不管他呀 妹妹 以后就由你照顾他了 等哥在上海滩混成个样子 就回来接你 你是不是又要去找杜青 他是混江湖的 你跟着他会吃亏的 你哥是靠女人讨生活的吗 这钱 是我这么多年攒下来的 本来想 本来想着以后娶你用 但现在 这些钱你拿着 遇到什么困难 就找二户 放心吧 去吧 于哥 你是怎么想的 老爹不要到情人可原 一百怎么都不要啊 我得罪了金川 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我只能尽早离开陆家 才能保证他们俩的安全 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陆宇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你要出了事 一百该怎么办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就等我一个月 一个月后我回不来 你们就带着我爹和我妹 回江苏老家 记住了吗 进来吧 啃个小鸡子儿似的 偷偷摸摸 苏老板 您知道我要来啊 我百乐门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能当上我百乐门的服务员 一定是耳听八方 自你进我百乐门起 我便已知晓你是来找我的 苏老板果然是好手段 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说吧 今日前来有何贵干 苏老板 都说你百乐门情报众多 如果我想买一份 窝君的绝密情报 需要多少钱 窝君的绝密情报 我知道是不少 别人嘛 怕是三千大洋也买不到 你 我又如何 如果你愿意当我百乐门的男人 或许我可以无偿提供给你 这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 陆先生 你也太心急了吧 苏小姐 你貌美如花 爱钱如命 想追你的达官显贵 想必也不少吧 说吧 为什么选我 人啊 生于乱世 总该有自己在乎的东西 这百乐门 是我半辈子的心血 我希望 能和陆先生 喜结连理 那么陆先生背后的那位先生 他日能在百乐门 蒙难之时 出手相救 我背后的那位先生 不会是张天坊吧 能独闯 窝军监狱 全身而退 说没点本事在身上 怕是没人相信吧 换而言之 我希望能和陆先生 站在一条船上 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我答应你 他日若百乐门蒙难 我必将顶力相助 但是喜结连理 苏老板 我还想多活些日子 怎么 你也觉得 我是个独寡妇 当然不是啊 在我这儿 你可是个大好人呢 好人 说吧 你想知道什么 窝军的生化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你不需要知道 只要告诉我时间 水路 铁路 还是 这应该是你要的东西 西三区铁路 青川正雄 毕业于窝国陆军军官学院 自17岁起 在窝国从事侵略性实验 侵略性实验 也就是生化人 三个月前 金川兄弟二人 辗转从东三省 来到上海滩 你说的生化人 应该就是他们带来的 你是说 他们专门修这条铁路 就是为了运送生化人 有没有生化人我不知道 但如果有的话 一定和他们有关 不过 谁的命 又是命 你我二人 在至高权力下 不过是待宰的羔羊 只有钱啊 才能让人真正的活下去 我们的事情不着急 看来陆先生是答应了 人们都说你是一个 爱情如命的女人 那我便跟你做笔交易如何 交易 娶了我 整个百勒门都是你的 谈什么交易 无论我便会加入青帮 到时候还请苏老板 帮我盯紧窝人的一举一动 我会付你一笔不小的酬劳 我虽然爱财如命 但是钱和命 你觉得我会选哪一个 不过我一直不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会有人为了一群毫不相干的人 付出自己的生命 苏老板 你可曾见过一名身怀六甲的妇女 在窝人的刺刀下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抛杀的成绩 又可曾见过窝人的万人坑里 同胞的头颅被一颗颗砍下的成绩 南省十二名娼妓 为了救女大学生死在窝人的枪下 那时候他们可曾想过 他们素美平生 凭什么一命相搏 这些事情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他们可能是你认识的人 也可能是你最在乎的人 只要窝人一日不逃出华夏 上海随时可能变成人间烈狱 你放心 我答应你 就算我被他们抓住 也绝对不会吐露关于你的半个字 这笔交易对于你来说 很安全 一个信息十块大洋 多少 怎么 你一个码头工人付不起 他杜沁也付不起 苏老板 付得起 付得起 我就说你是个好人 苏老板大人大医 绝对是个好人 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 我帮你可以 对外 你还是我的恩客 至于杜沁那边 你得跟他说清楚 像他这种土老貌 可是一直勒令青帮的兄弟 不准踏入我的百乐门 我思来想去 还是你我接洽最为妥当 那我每周来两次 免得换了苏老板的名声 名声 我还有什么名声可言 一个姑娘家家 行为举止注意点 这样你怎么嫁人呢 爹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女儿 你每次来这里都要找我查 我不从小就是这样吗 哎哟 闺女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给你说门亲事吧 你这自己擅作主张 假装和那陆宇结婚 这以后哪个男人敢要你啊 不要就不要呗 我一直待在爹身边 不就好了 哎呀 说说吧 李烈到底怎么回事 人还失踪了 李烈 是我国安插在我们青帮的眼线 趁着这次成亲 我和陆宇 就把他做了 哼 我国胆敢在我青帮安插眼线 还真是翻了天了 怎么样 你没受伤吧 你女儿我是谁啊 那放在古代 我可是要做女将军的人 不过 这次行动如果没有陆宇的话 不可能这么顺利 老爹 你告诉我 他到底是谁 是老爷想要暗中扶持的人吗 别想到天 那 我能嫁给他吗 你说什么 嫁给谁 我娘走的时候你咋说的 你说你会给我找个好夫婿的 现在我自己找到了 你想出尔反尔了 老伴闺女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陆宇他哪里好 得罪了沃国人 你要和他成亲 咱们青帮上下还有完没完了 得罪 咱们青帮得罪沃国的事还少吗 要是那青川真的找上门来 那咱们后面不是还有杜老爷 怎么什么都敢说 小心隔墙有耳 公知 你就嫁给谁 爹都同意 就是这陆宇不行 堂主 姑爷来了 说要见你 真的 咋的了 想通了 我就说 你早晚是我的压寨夫婿 都堂主你误会了 我这次来 确实是想加入青帮 但不是以未婚夫的身份 我知道你们青帮需要我的帮助 加入青帮后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希望你也可以帮助我 好说 加入青帮 整个战堂的人都是你的 好 我这个女儿 什么时候才能有点女人味啊 你说 你有心上人了 杜堂主 是谁 老娘断了她的老屋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就是为了她安全 也不能说 你说你想加入青帮 但是又不想和我成婚 合着 你是想空手套白狼 白套个堂主回去 那怎么会呢 我想加入青帮 是因为我知道 青帮一直在看屋 而我可以帮你 陆宇 我知道你和张天放 有点交情 但是你认为 一个小小的警察局局长 能和青川相比吗 青川要是真想杀你 十个张天放都拦不住 我知道 我也知道 你让我加入青帮 是因为青帮背后 有杜老爷 倒也不准 但是我加入青帮 不是为了让谁 做我的靠山 那你是为什么 为了你 我 谁 谁 你怎么还没走 我这不关心一下 我的宝贝女儿吗 这位是 我叫陆宇 刚才我以为 不好意思 这样我还有事 我先走 我嘱咐你的事 别忘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多谢 近期 窝国有一辆专掠 赞门炸药送往上海 而这批炸药的数量 足以能够去各上海 炸药 我希望你能帮我 在这批炸药送到上海之前就 你想让我销毁炸药 不是你 是我们 可以倒是可以 多谢 我也不是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我只是希望 你能保护我的家人 如果我没能回来 你替我好好照顾他们 好 这件事情 我会考虑一下 明天 我会为你举行进方仪式 陆宇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 你一个码头工人 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以你的身手和计谋 想要在上海立足 简直是一如反掌 为什么要避其锋芒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你们暂明 我在 多谢 你相信我 我仍迟早有一天 多谢 见过我们家的那个臭小子了 是的 少爷一切安好 请老爷放心 我可是听说 你们家的那个宝贝女儿 看上了围青啊 还要娶她做什么压债夫婿 老杜啊老杜 果然是你交出来的好女儿啊 倒是有些巾帼英雄的风范 她怎么能配得上少爷呢 您别取笑了 你的女儿不配 还有谁能配得上 只不过事事无常 眼下 顶着微青的人太多了 可不光是弗洞帮 可不光是弗洞帮 还有沃国人 若是他们成了婚 我怕对你女儿不利啊 后外 后外 昨日黑衣人袭击赌空管 杜云三生死不明 现正逢乱世 战堂副堂主李烈 背信弃义 葬阁主李烈副堂主一职 其职由陆宇担任 战堂的兄弟们可有异议 没有 我反对 黄青生你个王八蛋 你动他下试试 小舅子 我可没动他一根指头 不信 你问问 为什么 哥 对不起 我已经成了皇爷的九义太了 一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又拿掉危险你 我这就剁了他 我们根本动不过他们的 他们只要随便动人动手持 只能把我们全都捏死 可可光陈柯和二五还在他们的手里 陈柯和五 金生 你个王 若黄老板是前来叙旧的 前改日 我必好查奉上 杜堂主 我今儿来 恭贺我的小舅子 荣灯战堂副堂主的 男人呢 把礼物拿上来 是欺负我们战堂无人了吗 我怎么敢欺负你们战堂无人呢 我这 我这是亲你青光无人 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啊 我这个人 从不开玩笑 你们的老大杜云森 昨日遇刺 生死不明 现在的青光一盘散烧 我还会怕你吗 怎么 不相信 你们的上海王 没了 黄金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有本事你冲我来 你 陆宇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 你是个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想利用你 把青帮的人聚到一起 你以为 我会留你这条狗命 皇爷 青帮三大堂口 已经被我们尽数收脚 皇爷 还真给您说对了 那些堂口老大 知道杜云森生死未博 他们已经慌乱了收脚 这贩导的护士 老实是敢尽力 鲁堂主 我现在 才是上海的王 至于你 就好好看看 我是怎么糟蹋你妹妹吧 别动我 沈家大小姐都没你这么真烈 说你怎么了 那沈家大小姐呀 不愧是警务局局场的女儿 细皮嫩肉 那小脸都能掐出水来 可惜呀 你还没成过吧 那沈大小姐的叫声 那叫一个销魂呐 来人呐 这客户 陆雨呀陆雨 你这辈子啊 也就这样了 什么江湖情义 兄弟义气 弄着几个钱啊 黄金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救他们 今天 只要你断一条腿 我就放了他们 怎么样 黄金生 杜老爷是不会放过你的 杜老爷 他现在 估摸这儿 正在和阎文爷喝茶呢吧 你 你今天要是不断一条腿 你今天要是不断一条腿 都他们别想要竖着走出去 好 我自断一条腿 放他们 我皇爷 说一不二 这条腿直了 陆雨 住手 张局长 怎么 你也知道了杜云森的事情 想来分一杯筐 怎么的 就你皇爷能来 我找某人来不得 青帮颓势 我和杜老爷 也算有些博面 这不 我特意前来看看 这战堂 这副堂主的新人 到底是何许人也 但是 确实没想到 在这战堂 还能发生群殴这事啊 张局长呀 您就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以后咱们合作的机会 还多着呢 陆雨 告诉你 今天你就别想活着出这道门 还不信心 黄爷的 全款 要没有黄爷 下个月能不能吃伤肉 还不一定呢 张天发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在这一亩三分地 我虽说管不了我国人 但是国人 我还是管得了他 在我的眼皮底下 发生痘 你觉得 这些钱 能管得平吗 来人 把这两批人 统统带走 别他们给脸 不要脸 老子可是金川大佐的人 隔岁了金川大佐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张某人 历属华家政府 不认识什么 金川大佐 带走 谁敢 你还活着 书宁 你还活着 你去哪了 我一直在找你 哪里都没有你的消息 我还活着 你是不是很失望 我 书宁姐 我哥他 一定是要他的苦衷的 找我 找到我 是不是杀了灭口啊 哎呀 是呢 小姐 是我呀 黄金生 我是金川大佐的人 把他们抓起来 他们肯无我 你 我可是金川大佐的人 那又对 我隶属于 我国最高情报组织机构 上宫馆 金川的手在场 能伸到上宫馆吗 你 只不过是他的一条狗 你觉得 他会为了一条狗 得罪上宫馆吗 不可能 就不可能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臭婊子 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子 你怎么会是上宫馆的人 那还不是要拜你路线上同货 我是上宫馆 难道 进太平街吗 我们两个 只有仇恨 对对对 是他杀了你父亲 要不是他 你也不会报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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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书宁 我告诉你 你敢违遍金川大佐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哎呀 你以为范蕾精精 为什么不能 还想用金川的腰 你也看金川 告告资格 哎呀 范堂主 你有事吗 我们青帮从来只流血 不叛变 前些日子黄金生 谁 范堂主 好雅兴啊 帮主之位 生了这么多年 林老林了 还惦记起男欢女爱了 他们敢换老子好事 我腻歪了吗 帮我做件事 事成之后 我帮你坐上 青帮帮主的位置 你呢 就这么看了 都听到了吧 你以为我们青帮 是如何走到现在的 靠的就是义气 虽有内乱 但那都是帮内的事 至于帮外 听说 你和杜堂主成婚了 好 很好 陆宇 你杀了我父亲 我不会让你 这么轻易的就死了 我要让你看着 你身边所在乎的人 一个一个都需要 孤独中了 书宁姐 闭嘴 我是上宫馆军机处处长 宫藤优美 这书宁那个蠢货 已经死了 陆先生 我希望你记住 我今天所说的话 嗯 张局长 上宫馆的大门 永远为您敞开 那就多谢 龚腾出场了 那我就先走了 哦 对了 陆先生 希望你管好你身边的人 万一 他们有个什么差池 还请不要怪罪我 我和沈局长 也算是磨你之交 为了找书宁 也算是 散布了所有人脉 但没想到 他深藏上公款 难怪我的人 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可他在帮窝国人做事 为什么要帮我们啊 难道在上公馆 都有四海帮的人 陆宇 这次黄金生如果不死 一定会 全土重来 你要早做打算 他敢来老娘 就打断他剩下两条腿 书宁姐会杀了黄金生吧 要杀的话 刚才就杀了 把他带回去 就是为了做给金川看 书宁应该是要用他的人头 跟金川做交易 这 这书宁姐怎么给沃国人做事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沈家遭逢俱变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想要报复 那他直接把雨格杀了不就好了 我 我也是开玩笑的 行了 想这些也没有用 张局长 这次多谢你 长老 你们两个带一般回去吧 哦 杜琪 你跟我聊一下 杜琪 你冷静一点 我们得罪了金川 杜公馆 外面全是窝窝窘 你现在去了 那不是天冷吗 我爹还在杜公馆 你别管我 要是我去 陆宇 你 我已经是青帮的人了 现在弟兄们不服我 如果能救出你爹来 就当是同名状了 陆宇 你不用这样 那是我爹 你爹也是青帮的人 你就等我回来吧 兄弟 请装出战堂外来 那三大堂口 都被普通光给挖去了 闭嘴 好好站好 阿倩呢 阿倩没事 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 我查清楚了 我军们每隔一小时 再巡逻一次 一会儿我就带你走 我不能了 老爷在这里 我哪儿也不能去 你把这个交给阿倩 服服他 下个月请帮大会的时候 再打开 好 老爷没事吧 赶紧走吧 时间来不及了 不行 我得带你走 老爷没事 我就没事 赶紧走 赶紧走 怎么样了 我爹呢 我只能确定 他现在没事 青帮三堂一片混乱 很难再重聚 他们是不知道 我们青帮的规矩 你以为 那三位堂主 是干什么的 什么意思 我们早就想 除掉斧头帮了 现在不正是一个机会吗 这是你爹让我交给你的 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他让你在青帮总会的时候打开 上公馆那边 你是想问沈淑宁的事吧 不知道 不过铁路那边有消息了 的确有一条 你说的那条铁路 专通东三省 那你想好了 给你这条消息的 是苏老板吧 这 说吧 你给他多少钱 他把这么重要的消息给你了 不是所有事情都得靠钱 是吧 难道 你出卖了你自己 那怎么可能 各位有点饿了 坐我小米粥去呗 哥 你以前不是最讨厌喝小米粥了吗 嗨 哪是讨厌呢 那是咱穷喝不起 哥 别想着喝粥了 我真的有药警示和你商量 那个铁路 能不能不去 一白 大人的事情 你就别掺和了啊 不是的哥 你们真的不能去 万一那是沃国人的陷阱呢 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 放心吧一白 哥不会有事的 哥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我是 一白 给哥做小米粥去啊 去 你怎么来了 有事吗 沈淑宁回来了 你知道吗 今天下午见过 但他是以窝人的身份出现的 上公馆 窝国在下最高管理机构 其中涵盖 机要处 情报处 行动处 等六个敌国特务部 在机要处的所有成员 皆为下人 又被人们称之为 汉奸处 汉奸处 说您真的投靠了窝国 怎么 舍不得你的老情人 这位宫藤小姐 在上公馆内 曾亲手屠杀 抗窩组织成员不下二十人 又被称之为火炎罗 说您怎么可能是火炎罗 她不过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罢了 大小姐 你的这个大小姐 可是上公馆 从一百多名死士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暗卫 现在你还觉得她是你的大小姐吗 说您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既然你要对抗窝国 就得承认这个事实 我接到消息 上公馆将全面接管这条铁路 你想要炸毁那条铁路 就必须面对你的老情人 你舍得吗 我跟你说过的 人啊 都是一样的 情感如是 金钱亿如是 都是有欲望的 放心吧 苏小姐 她真的投靠了窝人 我会亲手解决她的 什么 我会亲手解决她的 为什么 你们不是 我不想让她走错路 我一定能将她带回来 铁路什么时候修好 下个月初一 也就是你们青帮开设总会之日 放心 他们一定会来 杜堂主 好久不见 怎么换口味了 今天多了一个小白脸呢 是不喜欢壮汉了 怎么的 你们几个想打一架啊 我们今天是来参加总会的 不是来打架的 三位堂主伤恩勿躁 这是老爷的安排 请各位过目 开你们的会 你看什么看 是老爷的应急 这应急哪里来的 这是我爹给我的 老爷怎么可能把青帮交给一个不知道哪来的畜生子 一定是你联合老杜 篡改了遗嘱 就是 老爷失踪那么久了 你老爷最近的就是老杜 一定是你们父女两人联合起来 想要谋权篡位 谋权夺位 我爹自小就跟着老爷 要是想谋权夺位的话 你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老爷有令 青帮所有事务 暂将陆宇掌权 唯命者杀无赦 不可能 陆宇 他是什么货责 也配当我们青帮帮主 我们跟着老爷出生入死 谁都比他有资格 我看 谁也不比这位陆先生有资格 咱向今日前来 是向陆先生道歧 恭喜陆先生 能向青帮帮主之位 来人 嘿 从今天开始 陆先生的事 就是我打我帝国的事 但凡陆先生有所需求 尽量满足 是 陆宇 我需要你一个解释 别听的狗叫 明显在诬陷我 陆先生 你是我在华夏最好的朋友 在这里 你可以不用向任何人低头 都说李烈是窝国人的狗 没有你杜庆的许可 李烈怎么敢呢 扶持个傀儡上位 要我们青帮的兄弟 听令于窝国人 杜庆 你对得起老爷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凡堂主 陆先生 是我大窝帝国最好的朋友 谁敢伤害陆先生 就是以我大窝帝国为敌 看来今天我不杀了你 很难证明我的清白 陆君 你觉得杀了我在这里 哪一个人 能活着出去 如果你能顺利登上青帮帮主之位 便带着青帮 归顺我大窝帝国 在华夏 除我之外 没人敢与你为敌 听起来还真是个好建议 哦 那录去你 但这个人和狗 怎么能并肩而立呢 八个 八个 怎么回事 听声音从铁路那边传过来的 什么 宇哥 我和陈科约的时间还差五分钟 陆宇 陆宇 成功了 那铁路炸了 太好了 你和兄弟们没事吧 我能有啥事啊 不过说来也奇怪 那铁路是炸了 但炸铁路的却是另外一拨人 另外一拨人 我们当时约定好的 提前三天 就将炸药埋在那条铁路下面 就等着今天青帮开大会 吸引窝人注意力的时候 炸毁铁路 我们正要动手 那铁路自己就 陆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青帮最大的敌人是谁 当然是窝国了 杜云森被刺之后 渡公馆外全是窝军 窝人早就盯上了我们青帮 自然不会放过一年一度的青帮总会 这时候他们放松警惕 正是我们炸铁路的好时机 那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尽管其变吧 爆炸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在这 他们没有理由对我们出手 哦 哦 是吗 书娘 我现在是宫藤优美 过去的沈大小姐 早就已经死了 你真的偷靠了窝人 陆先生 早在几分钟之前 我们的铁路被炸了 而我的人 在铁路附近 发现了一块青帮的腰牌 你现在贵为青帮帮主 有必要解释一下 宫藤小姐 确实是我杀了你的父亲 但你不能因此 连累我们整个青帮 一排 这个人 也是我在铁路附近发现 而他的身上 也背着炸药包 你到底想干什么 铁路的事情 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这件事是我做的 我国人杀我同胞 害我家人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们全都赶住皇下 石松鼎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 身边所在乎的人 一个一个都死 我要让你碰我一生 来人啊 把他们给我拖下去 暴晒三日 是 等等 怎么 你改主意了 你放了我妹妹 我跟你走 那就请陆帮主 跟我们走一趟吧 陆月 只要你一句话 青帮的弟兄们 就敢把你从这个 狗汉街手上抢走 不行 不要一起用事 他们冲我来的 我不想连累青帮的 所有兄弟 等我回来 我去去就回了 陆月 认了吧 免得多受好皮肉之苦 沈树宁 那不是以前的沈树宁啊 你以为他舍不得杀你 现在他比谁都更想让你死 黄金煞 你都变成太监了 还装什么男人 滑下 最后一刻 死太监 皇子要让你看看 是你的嘴硬 还是你的骨头硬 说呀 继续说呀 怎么说了 今天落在老子手里 就被想活着走出去 老子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孤腾处长 我正在帮您审 帮我审去 我的犯人 就算是死 也得死在我的手上 带走 是 孤腾处长 孤腾处长饶命 我是青川大祖的人 孤腾处长 孤腾处长 你这朋友靠谱吗 绝对靠谱 我朋友刚出来 说在这个监狱里边 见过雨哥 按这个图纸来看 雨哥就关在这个墙后面 可是这乌鸡抹黑的 啥也看不清 你们干啥呢 有人说 雨哥就关在这个墙的后面 你来得正好 大把手 给了钱了吧 三块大洋 你以为 郭军会把堂堂青帮帮主 和凡人放在一起 行了 你们回去吧 陆宇这边 我自有安排 这边 我 我 你说 如果我爸没有死 我也没有 这一切 会不会都不一样 书娘 这么晚了 我看你房间里灯还亮着 怎么还不睡 是有心事吗 我今天 目骨冤斩 你之前不是喜欢吃 他们家的桂花糕吗 我给你买来了 陆金眼 你要是没事的话 就去门口站岗 书娘 我听说 你把陆宇抓了 这不归你管 你放心 我不会让别人 把你从实验抢走 不是 书娘 苏老板求见 苏宋伟 他也找我做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苏老板放着百乐门的生意不做 怎么 莫非这里有你的老乡好不成 公腾处长 此次前来 我是为了 如果是为陆宇的事而来 还请苏老板 免开遵口 毕竟线下 正是风声鹤唳之气 还请阁下 明哲保身 公腾处长误会了 我是为了和上公馆合作 我百乐门 愿意为上公馆 提供你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情报 那你想得到什么 我一个女人 身处乱世 还是明哲保身为好 好 苏老板 我们上公馆 可以每月支付百乐门 一万大样 作为购买情报的经费 上公馆 便是你们百乐门的后盾 那我就谢谢公腾处长了 我就先走了 对了 如果你后天有空的话 可以来菜市口 上公馆会在后天处决 炸毁铁路的成员 其中有一人 我想你应该会很有兴趣 什么 他们后天就要处决陆宇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消息传达出来 如果有什么事 你们就让二虎带信给我 我先走了 好 多谢苏老板 放心 整个青帮都不会让陆宇有事情 我们四海帮也不会让他有事 四海帮 陆宇和四海帮也有关系 还有张局长 你也是四海帮的 苏老板 那位先生说你是自己人 我呢也不瞒你 四海帮若是出手 没有人能在上海滩伤了他 如此 我便放心了 这是一千银票 若你们救出陆宇 让他拿着这钱 有多远走多远 多谢苏老板 那我先走了 张局长 四海帮那边有什么消息啊 我已经通知下去 只要能把他捞出来 不惜任何代价 只是这期间 杜唐厨 你务必不要轻举妄动 哥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这沉香 只可助眠 不会让人昏睡 阿宇 你还想骗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快点 一板 你怎么在这 赶紧给我回去 我要救我哥 放开 我们上公馆 一向支持滑窝共荣 而这些人 竟在前几日 炸毁了我们上公馆 为你们华夏国 建造的铁路 破坏了滑窝共荣 所以我们上公馆 当众处决这些 抗窝组织人员 救命啊 你猜猜看 你守护的那些人 会不会来救你 淑妮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陆宇 我给过你几乎 是你的药 都给我住手 沈小姐 要走我命 就放回宇哥 你们以为你们跑得出去吗 要的就是你们来 我一人 换你们所有人的命 值了 陆金言 别管我 杀了他们 住手 放他们走 梁子要是少一根土 我让你们陪葬 是 共同先生 放他们走 陆宇 走 快 你们先走 夫妻 跟上 给我追 陆宇 凭什么呀 我和你一样 凭什么你就能当情报帮主 你出卖我们 你个狗娘养的 出卖你们那要怎么样 跟着你们一起 那是整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生不如死呀 可青春大作去承诺我 只要你一死 我就是青春大作 我就是清帮帮主 以后谁还敢欺负我 你也不可以 鱼哥快走 鱼哥 鱼哥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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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不想再被欺负 鱼哥 鱼鱼 鱼 鱼 可知道 可不怪他 鱼 鱼 鱼 鲁鱼 二虎已经走了 二虎是我兄弟 你为什么杀了他 为什么 别管我没有提醒你们 不管我有没有活着 骆景眼 等一下就会冲进来 你们还是想想 怎么离开这里吧 骆景眼 你要不想他死 就给我滚 我后退 陆云 我们先走 有什么事之后再说 少兄弟 淑女 你没事吧 废物 给我追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做得很好 现在陆云 插翅能飞 只要他死了 荆川 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而我也会为你在上公馆 谋上个一官半职 许晓 公团又美 二虎 一路走好 我带来的人 都没有回总堂 这些兄弟们的家人 都被窝军残害 只要是我们轻帮的人 都很仗义的 不会见死不救的 独气 你中枪了 我这个人 没做过什么好事 唯一做过的好事 就是帮着你 缺乏那些生化人 别说了 我带你去医院 走 来不及了 谁让我说完 来得紧 一定来得紧 我这个人 大大咧咧的 也不会说什么好话 我真的很想把你绑了 做我的压榨夫婿 我知道 我给你当压榨夫婿 我给你当压榨夫婿 不行 你还好放活着 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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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少爷倒和夫人 有八分相似了 老杜啊 委屈你了 让你白发人 送黑发人 要没有老爷 我当年就死在 窝国人手里了 请少爷回家 是 是时候 该和我国人 算这笔账了 处理好商户工作 好好照顾他们 是 帮助我帮助我 你到底在哪儿啊 少爷 独老爷 独气的事情都怪我 是我没报话的 人的命 都有命数 阿沁呢 他没有这个福分 舍他一人的性命 保全少主 也是他的职责 他可是您的女儿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有些话 我说不合适 老爷正在书房等您呢 老爷 少主 老爷 少爷到了 你就是上海王杜银孙 亲帮老道 少爷不可直呼 老爷明慧 无妨 身子骨怎么样 没啥事 反正死不了 哈哈哈哈 老杜啊 我这儿子 可真是有趣啊 我就说嘛 和您年轻时候 一模一样 你说谁是你儿子 少爷 您本名杜维青 是老爷和夫人的 第一长子 您被带人所到 后来被陆老爹收留 老爷这些年 一直在找您呢 陆宇啊陆宇 你是上海 青帮老大的 亲生儿子 你这都能死啊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我是你儿子的 从黄金生 要将你妹妹带走开始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足 我要的是一个能够继承我上海王 继承青帆的儿子 而不是一个地痞 流氓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在你眼里就是一颗颗金子吗 你们所有人 包括我和老杜 都是棋盘中的棋子 你知道你害死了多少人吗 其中甚至还包括你的女儿 少爷 你不能这样对老爷 老爷这么做也是为了保全您 保全整个上海滩呢 那我们就活该成为你们的牺牲品吗 是不是就连我这个儿子 必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牺牲 如果你的命 可以换来上海滩十年的安稳 我 愿意 我们这么多人的面 在你眼里就那么微不足道 少爷 国之大义 总是要牺牲一些东西 没有国 哪有家 像你们这些大义 永远也不会连来 我们普通人活着是有多难 我不会连你 陆宇也不会 我愿意 这 集合三堂堂主 这上海 要翻天了 我 我给了他 我给了他命 至于怎么用 那便是他自己的事情 站住 不好好 直搬 你要干什么去 洛警长 是宫藤小姐 宫藤小姐 让我们帮他搬点东西 你 站过来 洛警眼 你还在磨蹭什么呢 你 跟我过来 帮主 张堂主猜到 您要来上公馆报仇 这是张堂主 给您准备的 他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上公馆非九六之地 还请帮主 赶快回四海邦 从长进 多谢了兄弟 如果我没能回去 这块令牌 交给张天方 这 这里很快就是 我们磨过的 所以 严格来说 这里也是我们的家 哥 他就是在 亲帮救我的人 我跟你说过 这个男人 跑不了多久 这不 自己送上门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龚腾燕 是这张公馆的主人 游美 杀了她 明天你就可以是上公馆的女主人 你们觉得我会 你们觉得我会什么时候不准备就来你们上公馆了吗 你说的 你说是四海邦的那些人 什么意思 四海邦的那些人 早就是我们魔鬼人的 现在恐怕 那些人已经在敌狱 等着你了 鹿鲁鱼 我今天终于能报杀父之仇了 今天我既然敢来 就没想活着出去 你们不觉得上公馆附近火药味很重吗 什么 自从上次炸了铁路 我就让兄弟们 在你们上公馆附近三百米 装满了炸药 警察为什么要忌惮上公馆 不就是因为你们上公馆 掌握着所有沃国的机密文件吗 放开他 放开他 杀了他 梁子 照顾好你哥 我去追他 站住 苏妮 你就不想知道你爸爸临死前 说了什么吗 我爸爸说了什么 他就希望你好好活着 鹿鱼 你做了什么 鹿切 二伙 轻帮了一百零八个兄弟 我不能让他们白死 苏妮我愿意回跑 你还愿意回来吗 鹿鱼喜欢天真的沈书年 而不是现在杀人如麻不分 善恶的你 鹿鱼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是留在我身边 还是死 青帮人 轻帮人 宁死 不为窝奴 你走吧 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 不然 我会杀了你 鹿鱼 鹿鱼 我终于把刀欠你的那一条命 还给你了 别说了 别说了 青春想要的神话神 早就运到上海了 那条铁路 只是一个障眼法 青春运走到上海的东西 全部都在监狱里 好 神书年的英雄 也是整个上海滩的英雄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 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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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白 一白 是我呀 我是成科 我们从小已经长大的 你忘了吗 你为什么背叛我哥哥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成科了 我也不想的 我娘被青春大佐绑架了 他给我娘用了神话武器 只有他才有解药 他才能救我娘 我是青帮成员 你有天哪的理由 都没有 你留住 我留住 你肯定有用 我知道帮助很多事情 一白 一白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什么时候加入组织的 18岁的时候 就加入了组织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哥知道 哥知道的 哥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不是我哥 我哥呢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 他什么样 我最清楚 你不是我哥 我就是你哥 从前是 现在也是 一直都是 所以我哥在哪儿 我答应过他 要好好保护你 好 这里就是赵阳 我们走 露姐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金川长大 我们的账 来日再算 哼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你什么 露姐 这是最新研制的武士道精神 今天就让你揭示揭示他的威力 你们日本的武士精神 根本不懂我们华夏民族的英雄气概 老爷 不好了 少爷 少爷他 小小少年郎 已身入局 国之大业 以命护之 微情 他做到了 只是百年之后 老爷 少爷 这是为什么 明明四海帮的人已经快到上海了 就差这一点呢 杜家 生来便是为了国家而活 在这一盘棋局里 你我 皆是棋子 老杜啊 自我们决定 下这盘毫无胜算的棋局开始 所有人的归宿 都已注定啊 苏老板 或许在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死了 能够认识你 是我路遇的荣幸 这个鞋案 没能和你 这个上海滩最美的老板娘 共鸣一举 是我隐生的遗憾 苏老板 如果可以 请你在至少往后五年的时间里 消失在上海 好好地活下去 我从决定三尺 也要把陆宇的尸体给我找到 是 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哈渊后外 杜云森重整清风 苏老板剑脉百乐门远赴重摇 好 哈哈 杜云森重吾脉了 杜云森重原刘 杜云森重大 哇 不戴 感谢观看